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过年的时候呀 我穿的稍喜庆一点 但是我现在跟大家说的话题 还是一个偏于严肃的话题 过年了 穿的喜庆一些 那是红红火火过大年 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 我们遵从 所以过年的时候 我们穿出这个样子 但是大家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 说话还是要 说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 说一些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来看一张图片 这两个人呢 大家有印象没有啊 左边这个女的是 国家药监局的谈判代表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右边这位先生是 辉瑞公司的中国的代表 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这不重要 但是他们的身份呢 却比较重要 因为辉瑞 他的很多药物都在中国 辉瑞作为一个 有着悠久历史 而科研水平非常高的跨国药企 和中国老百姓的关系 比较密切提供了很多药品 他们在医疗 医药的生产上 有过很多成就 那特别是新冠药物呢 进入中国之后 现在呢 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方式 临时的方式 那现在3月1号之前 在医保里面 但是3月1号以后呢 进入医保这件事 谈判没成 因为辉瑞药价偏高 不肯降价 不肯降价就是药贵呗 很多老百姓都有这种感受 就看病着药贵 检查费贵 前些年问题更严重 前些年老百姓都说 感冒还花这么多钱 感冒花钱多呢 就是因为药贵 医疗器械更贵 为什么药贵 医疗器械贵 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药 就进口药比重非常大 医疗器械呢 更是基本的是国外进口的 那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里 或者过去的那些日子里 以辉瑞呀 以格兰苏史克呀 为代表的这些跨国的药企 他们把东西呢 卖到中国来 他们通常采取各个急迫的方式 比方说中国是一个14亿人的大市场 它不是针对14亿人 它是只针对某一个省 甚至某一个市 把你分割成小碎块 然后呢 分而置之 一个一个确定他们对下 然后报价就不肯降 于是 什么辉瑞呀 格兰苏史克呀 等等这样的跨国公司 跨国药企就赚得拨满盆满 这种情况国外也有 比方说美国生产的某种药 在英国就卖的很便宜 我这是听李玲教授讲的 为什么呀 因为英国人是把英伦三岛上所有的市场打了个包 然后呢 我跟你谈 我有这么多人用你的药价格能不能降下来 给我一个批发价行吗 给我个成本价行吗 给我一个友情价行吗 我以后还买你的东西 给我优惠价行吗 英国跟美国什么关系 大家知道的 对吧 英国以整个英伦三岛的市场 整个市场能有多大 但是人家就这样打了个包 跟这个跨国药企 跟美国药企谈判 就能把价格降下来 就卖的很便宜 但是中国市场比英国不知道要达多少倍 我们的价格不知道比人高上去多少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是中国人脑子不好使 是我们不知道人家谈判策略 我们并非不懂 但是我们在前些年 就是没有办法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力量 以14亿人的市场的这样一个体量 我和你跨国药企谈判 做不到 于是就被人家各个击破 这是个谈判技巧问题 组织首端问题 管理能力问题 问题在这 在脑子里面 被人家拿了魂 拿魂这是一回事 在拿魂基础之上 有个关键的支点 关键的支点 就找一个特定的部位 然后找到了一个阿基米德支点 中国这么大市场 人家找到阿基米德支点 就跟你跳起来 这个支点是什么 我们往下说 您帮着我一块想想 所以外国药企在中国赚了很多钱 拨满盆满 玻璃盆里赚了很多钱 是丧良心的钱 资本是不讲道德的 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赚更多的钱 有人听到这儿肯定就要开网了 说斯马南尼否定资本 我不是否定资本 我更不是彻底否定资本 我是按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说法 我是按照中国共产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 指出资本的两重性 不是否定你 也不是反对你 更不是拒绝你 而是指出你有两手 你有两重性 那既然阁下有两手 你有两手 我也都用两手啊 你有两手 那我也用两手对付 你总不能人家两只手 我们只有一手 那不等着叫人家个个急迫吗 老百姓吃药 国业的吓人呀 大家知道的 在跨国要起 在中国绝区不正当利润的过程当中 少不了灰色手段的使用 这个灰色手段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帕吉米德支点 还记得2013年吧 格兰苏史克 利用上海某旅行社等渠道 利用上海某旅行社等渠道 再强调一下 利用上海某旅行社等渠道 向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 向医药行业的协会 向医药行业的基金会 我再强调一遍 向医药行业的某些基金会 向医院 向医生 向所有的与之间有关的部门行会 行会的方式 我就不描绘了 大家都熟悉 当然今天我都穿了这个红色的这个外套 当然今天打过年了 衣服颜色一遍 这么说人家 格兰苏史克有点不公正 难道仅仅是格兰苏史克的问题吗 当然不是啊 外企涉嫌在中国行会 以获取更多市场利益的事情 多了去了 格兰苏史克不是个案 所以格兰苏史克啊 格兰苏史克驻华代表 以及所有的员工 我没有跟你们过不去的意思 我同样祝你们新年快乐 我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同样的大名鼎鼎的 辉瑞之药 大名鼎鼎的摩哥士坦利 IBM 朗讯 沃尔玛 德普 还有什么丹尼森 等等等等 多了去了 诸多的跨国名牌 都曾经在中国 涉嫌商业贿赂 我跟各位说啊 逮住的叫涉嫌商业贿赂 逮不住的呢 就提不到啊 说不到商业贿赂 对不对 还有逮住了不敢说的呢 还有逮住了不让说的 就像一个事儿 等拿一块布啊 拿一块布盖起来 为什么要盖起来 不能试人呢 这就跟成年人 你什么都不穿 隐秘的部位 也得有块布一样啊 那个布不能掀起来 掀起来之后 小朋友叫小内内 那个部位 不好看 不好听 不能看啊 司马男 你很八卦 对不对 我才不卦 我七卦都不是 如果你们跨国 要起在中国 涉嫌行贿 这件事情 不是涉及到 中国老百姓 那点活命钱 保命钱 谁愿意大过年 扯你们家 那点破事 那点丑事 那点脏事呢 那些人他们通过灰色的手段 找到一个支点 撬动一个市场 干那些事 你知道人家聪明吗 很多人就是中国人自己在里面干的 他直接代表跨国要起的利益 他们专挑那种 手眼通天 一伸手 就手眼通天 见了面之后一喊 呦 拜拜 说说 爷爷 哇 一喊 就能把大事办成的 那些处在特殊手段 甚至特殊家庭 特殊岗位上的人 来作为他们的所谓中间人 中间人 大家不要想为一个人啊 也不要想为一道中间人 这中间可以有很多道 为什么要找这样的人呢 一叫拜拜叔叔 然后就事就办成了 人家跨国要起行贿 也要人尽其财啊 人才工程是所有的公司 你就是卖毒品的 他也要找像样的 能卖出去的 不容易被公安逮着的 那些人来干这活 那你跨国要起 在中国这种灰色的手段 你用通过行贿的方式 把药品卖的那么贵 你最终付出的 是不是中国老百姓的钱呀 所以回到看病贵的问题上来 这件事一度相当严重 严重到很多人呢 说起来就很多牢骚抱怨 但是有无可奈何的地步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2012年 后来2013年 后来再后来 就这十年 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方说现在 我们就依托 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 我们通过国家医保局 谈判准入方式 大幅度降低了 这种进口药品的目录 包括呢 国内药厂 你进入医保这个目录 新准入目录的药品的价格 大幅度降低 患者用药负担明显减轻 还有一个怎么说 还有一个就是医保基金 使用效率显著提高 有一组数字 可以说给大家听 这是今天人民日报的数字 2018年到2022年间 国家医保局谈判药品的平均降幅分别为 56.7% 60.7% 50.6% 61.7% 最近的这一次降幅为60.1% 这几个数字可是富含内容的 那就是说外国药品进入中国 我们要求生产药品进入医保价格呢 大幅度下降 今天人民日报说 进口的药品基本上都给出了全球最低价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鼓掌啊 有的人喜欢在互联网上只会骂 只会喷 只会在那儿学习 荷尔蒙或肾上线 这本习 说做对的事就得鼓励 就得表扬啊 辉瑞是大牌 辉瑞科技水平高 辉瑞的销售团队相当强大 疫情之下 辉瑞高举高大 攻势凶猛 很多人或者利用很多人刷脸 刷名声 刷知名度 把一款实验用药宣传成特效药 甚至违反科学违反常识 宣传什么拯救危重 它不是拯救危重的 是特定人群 轻症防重症过程当中 时间窗口很短五天之内 有效的这么一款药物 人都不行了 这危重怎么能怎么救命 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说辉瑞无效 辉瑞这个疗效是世卫组织批准的 中国早都批准了 对吧 但是你是不是特效药 能不能救危重 那种炒作 赚钱 鼓励囤药 这种行为离开了医生的严格的评判 这种宣传非理性的行为 而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告法宣传特效药本身 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但是这种事我只是说 对特效药做了一点质疑 你看看 当然我这人模样也不记得 他们涂我满脸花 打得我鼻青脸肿 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 我只是对特效药的宣传 抢救危重症的这种错误的宣传 提了一点 我都不算批评 我只是问了一下 这不行啊 司马达尼只是普通退休老头 没你说话的份 那好 怎么办呢 国家医保局出面了 你是来头很大 背景很深 宣传力量强大 铺天盖地的这种宣传 但是国家医保局照样要求你降价 他的四个小时降不降 不降 实在不降 你非要玩客大气垫 这个把戏 那也好 那就不要走医保这条路了 这就是我们前不久看到的实施 大家知道2023年3月1号起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就要实施了 为了与新冠疫情防控政策 做好无缝衔接 现在已经被纳入医保临时支付范围的 阿兹夫订片 清费排毒颗粒 两个谈判药品新的支付标准 从2023年4月1号开始实行 那4月1号开始实行 有没有那个辉瑞的新冠药物呢 没有 你没进医保 现在的临时医保支付 到3月31号就停了 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生了病之后啊 你该吃什么药啊 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你该做什么检查 你知道不知道 我想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 连我就不知道 这个药在中国医院里应该卖多少钱 你知道吗 你能够以一个患者的身份 直接和跨国资本对话吗 那肯定不行啊 我们只能找一个人来代表我们 谁来代表我们的 中国政府具体说就国家医保局 代表我们跟跨国资本谈判 拿个人来说 像我这样的退休老头 素质差 文化低 科技忙 知道的事儿少 我说你不一定知道 有人不赞成 有人能耐 有人有能耐 是你有能耐 你能耐再大 如果你不是医学专业的 医学专业分科分多了 你未必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 该吃什么药 要不要做检查 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要不要做手术 说到底 还是要医生听做主 北大有个专门研究医疗产业化的教授 李玲 女教授 李玲说医生替你做主啊 医疗消费就是医生替你定的 也就是你的消费你做不了主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 而我们的医生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方 一切服务他给你提供 他是供给侧 同时也是需求侧 所以呢 供需都在医生哪边 那你想一想 他能市场化吗 他要是市场化的 就是医疗市场化的 病人不就是被强宰的那只鸡吗 宰你没商量 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呢 李玲教授认为 从全世界来说 医疗都是非市场化的 英国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90%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 我们的香港特区 是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啊 但是你知道吗 香港93%的医院是公立医院 还有德国法国主体的都是公立医院 是非盈利性的医院 咱们国家从1949年到80年代 能够以极少的成本改善人民的健康 就是一个完善的公立医疗体系啊 那个时候有医患矛盾吗 没有啊 为什么呀 老百姓充分信任你 老百姓到医院患病了 他知道医生不是要挣他的钱的 所以治好治不好 结果怎么样 他不会怪医生 那个时候中国的物质条件那么差 咱们现在条件好多了 咱们现在的医疗技术 绝对跟世界同一个水准 跟当年70年代 80年代 60年代 那不是一回事的 但那个时候为啥没有尖锐的 剧烈的医患冲突啊 李玲教授一句话给了答案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的制度设计符合医疗规律 医院是治病救人的 医院不是算买卖的 最后让我说一句得罪人的话吧 国家医保局啊 和辉瑞这样的跨国药企谈判 坚持原则 替老百姓省下这点钱 瞻前过后综合平衡 考虑咱们国家的实际 最终做出这个决定 司马南是得罪人 但是医保局这次得罪人比司马南得罪人很多了 你看看这些天国内外的那些可疑的势力 对国家医保局的这种攻击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 国家医保局做对了 医保局的每一分钱 都是老百姓的救命钱保命钱 在合理的价格区间里 资珠必较 这必须的是应该的 医保谈判代表 跟我跨国药企谈 有个词叫做战略性购买 在国家立场 人民立场 这个地方站稳了 你才能实现 所谓医保患者 什么企业 三方共赢 我再啰嗦一句 做对的事情就要坚持 中国改革是不是应该确立一个大原则 不是新的就是好的 因为新的就是好的 幼稚 老的东西如果是好的 也要坚持 五到一以贯之 要一以贯之把它坚持下去 把改错了的改回来 也是改革的应有之意 改革不是把旧的东西 一股脑全推翻 您赞成我的说法 去医疗产业化 不能再把医院当成商场 中国还是要以公立医院为主题 我说这话的时候 我也是调动全身的力气这么说的 有人听到这些话的内容 忍不住 下意识 马上用手 用右手 去摸自己的那一口袋 好像他的钱被司马南这话一下子就给划走了一样 这个动作很形象 很有画面感 尊敬的先生们 你们的举动或许正说明 我这话说的大抵是不错的 马上就三十了 给大家拜年 祝大家健康 我说的这番话 说错的地方也请您批评 请您评评礼 请您来说说您的真实的想法和感受 感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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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